疫情衝擊之下 八大行業直到現在無法開門營業 嘉義市文化業市的遊藝場 這裡經營近三十年 裡面的設施老受嫌疑是許多嘉義人的投年回憶 結果無月暫停營業 終究撐不住 在不久之前收攤 很多民眾覺得遺憾 投年回憶走入歷史 遊藝場結束營業 門外還拉上警戒線 堆放廢棄建材 店裡面幾乎已經拆光 這家遊藝場因為疫情從五月開始暫停營業 沒想到最後還是撐不住 嘉義人的童年回憶也走入歷史 文化夜市是嘉義最熱鬧的地點 可是近期不止遊藝場收攤 還有不少店家也紛紛打退堂股 除了疫情 動責十萬以上的租金 也讓業者吃不消 遊藝場在文化夜市經營了將近三十年 曾經是指標性的商家 見證夜市新衰 如今不敵疫情也落寞席燈 記者張俊榮嘉義報導